那我们再梳理一些事件过后呢 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投行仓单板块 一起来看一下这个 我们整一个行情的浮动盈亏状态 在看行情之前 我们首先来看VCR 截至周五上午十点钟 共有四张仓单辅营 其中大幕在3月28号 中线做多的澳元对纽元辅营245点 大幕在4月8号中线做多了 欧元对纽元辅营117点 另外带成交的单子比较多 一共有六张 其中路透短线做多 美元对日元还在等待成交 浮贵方面 路透4月15号 短线做多的英镑对美元浮贵27点 大幕4月15号 中线做多的欧元对美元浮贵69点 好的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分享的两张仓单 第一张单子 大幕中线做多的澳元对纽元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目标位是在1.09004 它的开仓位在1.0449 它的止损位位于1.025 06 好的 那这个单子呢 浮贵245点 大幕认为 该货币队仍然是处于可交易的反弹当中 虽然说澳洲的经济数据偏向皮肉 而且这个澳联储声明也是比较鸽派 但是中国强劲的经济数据在支撑着澳元 因为澳洲的出口是非常依赖中国 所以中国经济复苏会对澳元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 另外在新西兰方面 大幕表示 虽然新西兰的数据最近表现优于澳大利亚 但是新西兰房地产市场进一步放缓的前景表明 因此呢 这个国家的数据面是有可能会因此走向悲观 综合来看大幕看涨澳元 看空纽元 在这里值得大家注意的是这张单子 在3月28号就开仓了 中间曾经提高了止损位 从1.0250提高到了1.0450 这意味着大幕为了防范风险提早锁定盈利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张仓单 大幕在中线做多的欧元对纽元 那这张单子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开仓位在1.66928 它的目标位在1.72006 它的止损位在1.65007 大幕选择卖出纽元 因为新西兰央行已经转向宽松政策 降低了降息的标准 国内房价增长正在逐渐的放缓 至201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而新西兰纽元的定位 仍然是保持在中性的状态当中 给纽元产生了一个比较极大的利空 另外在欧元方面 大幕认为美国风险责产正在下行 这将助于向欧元降低收益的货币 截至今天上午10点钟 这张单子已经是浮营117点 以上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两张仓单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